你见过行走的印钞机吗 男只需把手放在钞票上轻轻一扶 就能释放出取之不尽的复印品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世金田如分图 他出入地球 不懂交通规则 闯红灯被急迟的汽车撞飞 肇事司机看到他受伤的脚 刚要打电话就救护车 眨眼功夫人就不见了 男人一拳一拐地躲到巷子里 耳朵的舱门被打开 两个小人丢出一条绳子 从上面顺势滑下来 没错 他们是大人星球的维修工 负责修整男人受伤的脚踝 小人滑到下面 打开脚脖子上的开关 开始查看受损情况 而他的体内 则是一套完整的飞船结构设备 大人星球正处于混运性能源危机 需要抽取地球的海水 才能保持他们星球世界的动力正常运转 这一切都需要能量球来操作 海岩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而飞船降落地球时脱离轨道 出现意外能量球丢了 好巧不巧 正好落在男孩的渔缸里 瞬间就吸掉渔缸里的水 捡到能量球的男孩 正是肇事司机的儿子 他们发现了躲在巷子里的铁柱 小人维修工立马停止修复 趁机回到舱门 铁柱侧侧头扭动脖子 打开舱门 让小人回到体内 女人邀请他回家喝杯水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杯水下渡会给飞船内的小人们 带来多大的危机 与此同时 铁柱也发现了能量球的功绩 他需要从男孩手中夺走能量球 拯救自己的星球世界 整条大话邀请他参加了大威王比赛 很明显 铁柱最终获得了冠军 但他体内却发生拥堵 他需要及时排冲这些热狗 厕所内 他的排泄方式着实有些畅快 惹得隔壁老大也都直呼 活了80年 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动静 在投球时 巨大的反弹砸中铁柱的脑袋 他当机了 医院的电机疗法 让他的身体恢复动力 难道这就是充电两秒钟 通话8小时的飞船 终于在一条巷子里 铁柱逮到了欺负男孩的胖子 他就是抢走能量球的罪魁祸首 找到能量球 本可以丢进海里 完成任务离开地球 铁柱却在临走前 想对大花母子表示感谢 不料警方在飞船坠落的地方 用模型制作出铁柱的外观样貌 警方在餐厅代表了铁柱 他并明反抗 副船长趁机夺取了铁柱队长的位置 他发射爆破器 暴力逃出警局 看这帅气的换装表演 就知道接下来蓝色能量的环绕 让这副躯体无间不摧 子丹打在他身上 就像纸团一样 毫无杀伤力 铁柱和搭档被副船长丢在大街上 他们迷你的小身躯 在人类面前是如此渺小 篮球对他们来说 已然是庞然大物 就连狗狗的一泡尿 都差点把他们淹死 搭档被口香糖粘住 差点无法脱身 他们小到可以躲过汽车轮胎的碾压 本想用塑料袋 当热气球追上飞船 却不料挂在汽车雨刷器上 被司机甩来甩去 好在三甩两不甩的 又把他们甩回到飞船脚上 两人决定夺回飞船的控制权 这时飞船在副队长的控制下 已经来到海边 刚要丢出能量球 就被回到船上内的铁柱 夺回操作器 用左手控制住飞船躯体的右手 让他一个鲤鱼打挺 甩倒在地 能量球不慎掉落 自己知趣的溜进海里 能量球遇到海水 自动开启红吸功能 海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 铁柱想要收回能量球 可飞船的动力已然不足 又为倾尽所有召回能量球 没有了护照和足够的动力 显然飞船无法再回到自己的大人国星球 就在船舱内 所有人都放弃了的时候 男孩用电机强行给铁柱充电 一番火花闪电过后 飞船重新恢复动力 其实他们只是需要一块满电电池 铁柱主动站出来 向人类解释误会 和男孩道歉 很意外 他们没被捉回去做成切片 我想告诉他 木星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河边燃料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飞走了 都不听我把话说完 哎 刚飞出去就被警方的桌边网拦截 这下总该听我说了吧 嘿 人家有紧急备用飞行舱 飞船变成斜船了 宇宙飞鞋果然有味